锐冷玉看到这一幕 一边抵抗着浮鬼的进攻 一边立声喊道 少阳 少阳 回去 回去呀 但叶少阳根本就听不见 他耳朵里听得见摇铃声 齐身缓缓地朝张国走去 是七针鬼心术 打开七大鬼血 再用招魂灵收魂 这就是张国的计划 只要叶少阳魂魄离体 他就不再是天师 而是一个普通的鬼魂 锐冷玉等一杆人都被困住 别说张国有地线排位的法力 现在就算来个普通的法师 也能收了叶少阳的魂魄 四宝回过神来 朝着张国扑了过去 如此关键的时刻 张国当然不会让他坏事的 但自己却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当下回身冲王平喊道 你还不上 王平睁了一下 飞身跳下发弹 挡在了四宝面前 你 四宝看了王平一眼 本能地呆了一下 王平摇了摇头 眼中出现了决然之色 双手凌空比划了一下 化作一道高大的身影 浑身漆黑 脸上好像戴着一副面具 眼睛嘴巴里都是黑度 双手几场 看上去怪异到了极点 这是什么鬼 四宝也来不及多想 双手结成无相影 祭触罗汉金身 十八法相各时发气 朝着那怪物打了过去 那怪物张开锯口 用力吸气 发出了一种吞噬一切的力量 将金身法相缠绕起来 吃魂魔 四宝心中一沉 急切到了极点 但一时间也挣脱不开 这一切 也只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那边再也没有人碍事 张国用力摇灵 召唤叶少阳的魂魄站起来 朝自己走了过去 你们帮我躺着 锐朗玉大叫了一声 瓜瓜和雪奇一听 立刻收缩到他旁边 帮他顶住攻击 锐朗玉坐在地上 缓缓地闭上眼睛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叶少阳的左手掌心 亮起了一道白光 空洞的眼神中 也逐渐出现了光泽 先看了看自己左掌 那是锐朗玉 在他手心下留下的 一抹神识印记 就是因为他 叶少阳才清醒过来 低头看到自己的身体 叶少阳什么都明白了 一瞬间 各种感情涌上心头 崔夫君果然是天算 这一次是自己的劫难 你醒了也好 让你自己看着自己 是怎么死的 张国斜斜的一笑 口中继续念咒 不断地摇灵 叶少阳感觉自己的魂魄 根本就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朝张国走了过去 锐朗玉的身世唤醒了他 却不能阻止摇魂灵 对于叶少阳的控制 叶少阳看到远处 看到了孙颖娇 月恒 看到了盗锋独占两大军馆 已经站进了上风 但一时间也无法抽身出来 然后看到了浴血奋战的四宝 瓜瓜和橙子 目光最后落在了锐朗玉脸上 看着他绝望的眼神 轻轻地摇了摇头 自己不是没有斗志 只是肉身不在 自己只是一缕亡魂 什么也做不了 哈哈哈哈 叶少阳 你给我过来 张国怪笑一声 加快了摇灵的节奏 加快了叶少阳 魂魄飞行的速度 叶少阳看着张国一张凝小的脸 死在他手上 心中不甘到了极点 一摇牙 做好了分解元神的准备 分解元神 魂魄会瞬间撕碎 产生一波强大的力量 虽然面对张国这么强大的对手 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但拼着魂飞魄散 也不能让他掌握自己的魂魄 这是一个天师最后的尊严 叶少阳又看了锐朗玉一眼 闭上了眼睛 锐朗玉与他心意相通 知道他要干什么 惨叫了一声 不 一道白起 从叶少阳的身体疼起 突然卷住了叶少阳的魂魄 将他拉了回去 与身体合在一起 白起化作死骨 在叶少阳的周身上下缠绕 杨公子身影出现 浮在叶少阳身上 少阳 你怎么样了 叶少阳抬头看着没带面证的杨公子 想冲他笑笑 却发现现在身体不受控制 不过总算魂归肉身 叶少阳自己也没想到 会是杨公子出手 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在走阴之前 他就进入过阴阳境 想要找杨公子帮忙 但杨公子当时已经入定 修炼第四道混沌天体 正在最关键的时候 魂魄和元神都没法分身 只好作罢 我刚完成修炼 对不起 差一点来晚了 杨公子看着他 眼神中神情复杂 你身上七大鬼穴被打穿了 虽然魂归肉身 但是没法移动 你赶快调息 修不经脉 我帮你撑一会儿 说完 灵身悬空 四道混沌白气 在周身营着 形成了一道结解 将叶少阳和自己 罩在了中间 嗯 混沌天魔 张国气炸了 自己千算万算 没想到杨公子的存在 毕竟他身在阴阳境中 气息完全隔绝 眼看着叶少阳的肉身 唾手可得 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张国大发雷霆 立刻命令 之前守护在一旁的 两只浮鬼 两只天龙魔像进攻 自己也飘身过去 双手合掌 打出一张玉符 化作一方倒门尸宝印 压在结界上 用力镇压 杨公子脸上 立刻显出了痛苦的表情 被两只天龙魔像 和浮鬼进攻 本来就足够吃力 现在得加上张国 虽然他修成了四道混沌天体 也是坚持不了太久 瓜果和雪奇 合力打碎了一只浮鬼 朝着叶少阳这边奔来 张国一抬手 扔出了一叠指浮小人 不断的落下 立刻化身邪灵 拖住二人 扶植小人虽然好杀 但数量极多 一时间也将二人控住 对于他们 张国倒是不担心 抬头朝远门方向望去 盗锋用翻天印 已经押住了一位将军 一只手拿出大神鞭 抵御另一只鬼将的进攻 一边解解 莲花被押住的那个 张国心中一沉 盗锋虽然一来就被困住 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但对于那两个鬼将的实力 他心中还是有数的 与其说 是这两只鬼将拖住了盗锋 不如说是盗锋拖住他们 假如盗锋不来 叶少阳这些帮手 至少要有一半的死伤 面对夹击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解决掉一只三等鬼手 盗锋不愧是人间盗神 张国最忌讳的 其实就是他